小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 小朋友,你喜欢月亮吗? 从古至今呢,有许多的诗人和作家都很喜欢月亮 因为他们觉得看到月亮啊,会思念起一些事物来 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和月亮有关的古诗 叫静夜思 好,跟老师一起读课题 静夜思 诶,这个课题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静啊,就是安静的意思 夜呢,就是夜晚 思就是思续 安静的夜晚呢,这个诗人产生的思续 它一定是在思念什么 那到底在思念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学证课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 第一,会认会写本课重点生字 第二,正确流利的朗读古诗 读出古诗的节奏并背诵它 这两个是本课的重点 第三,想象画面 初步感受诗中描绘的景象 这是本课的难点 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课的重点生字 好,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我们刚刚在古诗的题目里是不是就看到了 它念什么? 诗 思念的思 我们看一下它是平舌音 注意,平舌的思 这个思念呀,是从心里去想一个人 所以它是心字底的 那上面是一个田 诶,站在田上,站在田里 站在田里,发自内心的 想念一个人,就念思 思念的思 诶,我们看一下这个字该怎么写 竖横折,横竖横,点 卧钩,点,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田字格上该怎么写啊 首先呢,在上半格我们来写这个田 左半格起笔写竖 到这个横中线截止 然后横折 里面这个短,横呢要短一点 然后这个竖,沿着竖中线写竖 然后最后写一个横 然后下面写心,心字底 这个心字底呀,我们先在左边的下半格写一个点 然后写一个卧钩 什么叫卧钩呢 你看这个钩 是不是像躺下了一样啊 像躺下了一样 所以它是卧钩 然后上面再写一个点 然后这边再写一个点 这个字就写完了 中间这个点我们要看 它是在竖中线上啊 然后最后这个点呢 是沿着横东线起底写一个点 那这个字念思 思念的思 站在田中间 用心去思念你 这个字就读思 好,第二个字读 哎,床 这是一个翘舌音 吃屋昂床 哎,翘舌音加厚鼻音 啊 这个床我们看一下 是一个,哎,广字旁 是不是 然后里面加一个木头的木 哎,在广场上摆了一个木头 近看原来是一张床 啊,就是床 啊,就是床 床头 嗯,我们睡的床 就是这么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怎么写 点,横,撇,横,树,撇,那 哎,先写一个广 再写一个木头的木 我们看一下在田字格上 那怎么写啊 首先沿着树中线起底写一个点 然后横 然后写撇 哎,这撇是树撇 然后在里面沿着横中线起底写一个横 沿着树中线写一个树 然后撇 那,这个字就写完了 他读,哎,床 广场上摆了一个木头 好,第三个字 读,哎,钱 前面的钱 前方的钱 这个钱我们看一下啊 上面 上面一个点一个撇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倒着的八 哎,倒着写的八 然后呢,这是一个一 哎,八一是什么节呀 是建军节,对不对 八一 然后这是一个月亮的月 这边是一个利刀,对吧 哎,八一建军节 月亮拿着刀 就是前面的钱 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 点撇横 树横折钩 横横树 树钩 哎,这个字读什么 哎,读前面的钱 我们看一下在填字格上 那怎么写啊 首先我们在左边的上半格 齐笔写一个点 然后撇 写个长横 这个横啊写的很长啊 然后呢,在它的下面啊 下面啊 然后写一个这个月亮的月 但注意,第一个是 哎,树不是撇,是树啊 树,然后横折钩 然后里面写两个小短横 然后在右边啊 写一个树 再写一个树钩 哎,这个字就写完了 还念钱 前面的钱 好,这个字念 哎,光 歌舞昂光 是一个三拼音节啊 这个光是月光 灯光 小朋友你看这个字 这个字上面是不是就像灯发出的光啊 像我们画画的时候 画一个灯 然后上面画几条线 表示灯光 对不对 那上面也像一个灯亮着的光 对吧 那下面是一个儿 儿童的儿 一个儿童拿着发光的灯 对不对 这个字念光 哎,月光的光 灯光的光 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 树,点,撇,横,撇 树,弯,钩 这个字念光 好,我们看一下 在填字格上需要注意什么啊 首先沿着树中线起笔写一个树 然后点 然后撇 注意这个撇要比这个点稍微的大一点 然后沿着横中线起笔写一个横 然后我们在这边写一个撇 然后沿着树中线起笔写树 弯钩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树呢 其实和它上面这个树啊 哎,稍微的算是一条线啊 但是稍微还不算 它说偏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偏太多 偏太多就不好看了啊 树弯钩 这个字念光 月光的光 好,这个字读 哎,低 低头的低 啊,高低的低 它的反义词就是哎,高 一高一低啊 这个低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单人旁 右边如果我们去掉这个点 念什么 哎,念姓氏的事 然后加上这一个点 对不对 哎,一个人的姓氏里 有一个点 那它姓什么呢 猜猜看啊 这个字念低 低头的低 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 撇树 撇树钩 横 斜钩 点 哎,我们看一下 在填字格上需要怎么写啊 首先我们在左半格 哎,写一个单人旁 撇 树 然后 在我们的右半格 起笔写撇 这个撇呢 稍微横一点 但不是横 注意不是横 然后写树钩 啊 沿着树中线起笔写树钩 然后再写一个横 这个横要斜着写 看到了吗 斜一点写个横 然后写斜钩 啊,斜钩 然后最后写一个点 一定不要把这个点拉下 知道吗 如果拉下这个点呢 这个点 这个点就写错了 这个字读 哎,低 低头的 低 好,这个字读什么 来读 故 故乡的故 故土的故 这个故 还有讲故事的故 好啊 这个故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古代的古 右边是一个反文旁 这个反文旁和这个语文的文是不是很像啊 对,那把这个文的这个点变成撇就变成了反文旁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文啊 古代的文章 读古代的文章讲故事 可不可以 这个字就读故事的故 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 横 竖 竖 横折 横 撇 横 撇 那 哎,我们看一下在填字格上是要注意什么啊 首先我们在左半格写一个古代的古啊 在横中间上面写一个横 然后写一个长一点的竖 然后写一个小一点的口 在右边啊 起笔写撇 这个撇看一下啊 和这个古的起笔是 高度是一样的 然后撇呢 写到了这个横中间下面一点 然后写一个横 最后写一个撇 一个那 这个那要长一点 这个那我们需要注意写的时候啊 不要和这个撇和横中间这个交叉这块 不要从这起笔 要从这个撇稍微底下这点起笔 它们是有空气的 不要和这个横 重合啊 这个字读故 故事的故 故乡的故 好 这个字念 就是故乡的乡 乡村的乡 这个乡 它的笔画就是 撇折撇撇撇 那我们这个字也可以这么记 撇折撇撇撇 就是乡村的乡 好 那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吧 撇折撇撇 特别好记是不是 填字格上我们需要注意啊 首先沿着书中现起笔写 撇折 撇折 这个折呢 其实就是和横啊 写横 然后再写一个撇折 注意一下这个撇 上面这个撇和下面这个撇 上面这个撇折和下面这个撇折 它们都是平行的 发现了吗 看它俩是平行的 它俩也是平行的 哎呀 哎呀 最后再写一个撇 哎呀 这个字就写完了 他念香 故乡的香 好 我们把刚刚学过的字啊 一起回顾一下 思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字念 夜晚的夜 夜色的夜 我们看一下 上面一点一横 然后左边下面呢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单人旁 右边呢好像是夕阳的夕 但是又多了一个撇 对不对 一点一横单人旁 夕阳的夕多一撇 就是夜 夜晚的夜 好,这个字念 思,思念的思 站在田中间用心思念你 好,这个字读 床 床头的床 这个床是广场上放了一块木头 好,这个字读 光,阳光的光 灯光的光 一个儿童拿着灯 发了光 对不对 好,下一个 怀疑的疑 疑问的疑 这个疑字呀还是很复杂的 那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字啊 上面呢是一个匕首的臂 下面呢是一个知道的知道 哎,左半部分 对不对 然后下面这个是横折 爱点 然后这个下面有点像一个走路的走啊 这个字就读爱疑 怀疑的疑 好,这个字读爱举 举手的举 我们回答问题要举手 就是这个举 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高兴的兴 兴趣的兴 看到没 哎,看到了 下面一横一横一竖 这是不是有点像老牛的牛啊 但是老牛的牛比它多了一个撇 对不对 它少了一个撇 哎,我很有兴趣 看看老牛怎么就没有脚了呢 这个字就读爱举 举手的举 我举手问老师 我非常有兴趣想看老牛为什么没有脚了 好,这个字读爱旺 看旺的旺 旺啊,是向远处看啊 这个旺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啊 上面左边是一个王 哎,哪个字上 有这个左边这个左上角这个字啦 哎,旺记得旺是吧 旺记得旺就是上面有一个旺 下面加一个新字底 啊,旺加上一个月亮的月 下面再加一个,哎,姓旺的旺 就念,哎,旺啊 旺,看旺的旺 好,这个字念,哎,低 高低的低 低头的低 单人旁 加上一个姓氏的氏 底下再加一个点 好,这个字读,哎,故 故事的故 古代的文章 是不是 古代的文章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多音字 这个字读,哎,地 土地的地 土野地 啊,我们可以这么记 土野地 土地的地 它还有读音 读得 哎,它也读青春的得 是用力的跑 看到没 用力的跑 不要读用力地跑 用力的跑 那这个 在什么情况下 它读得呢 就是后面加上 哎,这是什么词 哎,动词 这个地 后面加动词的时候 它就读得 那那个双人旁的那个得 是后面加什么词啊 哎,加形容词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呢 可以用一个口诀啊 把白勺得 土野地 和双人得 给它们记住 那我们怎么记呢 可以这么记啊 左边白 右边勺 名词 跟着 后面跑 也就是白勺得 后面加名词啊 左边土 右边野 地字后面是 动词 看,是动词 两个人 双人得 哎,得字后面 形容词 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 这个背不下来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呢 还会见到这样的 三个得 慢慢的呢 我们就记住了 那记住这个得 后面加的是 动词 我在土地上 用力的跑 啊,通过一句话 就把这两个读音 都记住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学的 古诗的作者呀 他叫李白 李白呀 是唐代的诗人 那我们一起来 认识一下他 李白自太白 好清廉居士 唐代著名的诗人 啊,李白是继 屈原之后 又一个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 注意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啊 现存诗歌呢 晋千首 是不是非常多呀 有诗仙的美名 记住 诗仙是谁呀 是李白 他与杜甫齐名 合称李渡 那以后一说 李渡 你就知道了 李白和杜甫 那李白的主要作品 有什么呢 像今天我们学的 静业司 或者是 郑汪伦 还有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 等等等等 后期我们都会学到很多李白做的诗 好,我们来看 静业司 小朋友 你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啊 静业司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仪式 地上霜 举头 望明月 低头 思 故乡 诶 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诗歌啊 首先你看一下 这个 李白是作者 作者前面加上一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诶 表示的是朝代 李白是唐代的 所以加了一个唐 啊 啊 聪明的小朋友啊 会看得很仔细 会发现 老师这个诗歌里 有这个红色的一个小竖线 这是什么呀 诶 这是一个断句符号 它是表示 我们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呢 稍微停顿一下 啊 床前 停顿一下 明月 停顿一下 光 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那这样呢 在读古诗或者以后我们会学文言的时候呢 都需要注意 停顿其实很重要 停顿找对了这个古诗的意思呀 我们就能明白了 好 下面我们慢慢的跟着老师正确的把它读一下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小朋友在读的时候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学着像李白这样 把手背过去 盎着头 去把这个古诗把它读下来 好 到底这个古诗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床前明月光 看看 这个月亮 月光 是不是很明亮呢 床前明月光 这个床 是什么意思呢 它并不是我们睡觉的床 它呀 是井蓝 什么叫井蓝呢 最早的时候呀 这个水井啊 它旁边会用那个木头 把这个井给它围 围出来 围成一个方框的形状 而且围得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怕人呢 不小心跌到井里了 就给它围起来 所以古代的这个井蓝呢 也叫做 银床 所以在这里啊 床是井蓝的意思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井蓝前面啊 洒满了银色的月光 特别的美 很静 是不是 洒满了银色的月光 好 下半句 仪式地上霜 这个仪呀 是怀仪的意思 但在本诗中呢 它是 好像似的的意思 好像是地上结了霜 这个霜 这个霜小朋友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才有霜降下来吗 哎 在深秋的时候 天气已经降温的时候 才会有霜 那仪式地上霜的意思呀 就是 好像地上铺了一层冰冷的霜 哎 月光洒下来 好像是霜 感觉呀 这一定是一个深秋 天气很冷 通过这句话呢 我们也能看出作者 他一个人 哎 很凄凉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举头望明月 哎 作者一看 好像是地上的霜 但仔细一看 哎 不是 其实是月光 他就抬头啊 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举头就是 抬头的意思啊 举头望 这个望呢 就是看 哎 向远处看啊 望 明月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抬起头啊 看着明亮的圆月 我们看一个这个图 哎 这个世人里来看 抬着头看明月 看这个月亮 是不是 那他一定是在想什么 对不对 我们接着看 低头思故乡 哎 这个低下头啊 开始思就是思念 开始思念 他的故乡 什么叫故乡呢 故乡就是出生 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 家乡 也就是老家 那小朋友 你知道你的故乡在哪里吗 那李白他一个人呢 没有在家乡 对不对 在外面 所以他看着天上的圆月呀 突然想到 哎 家人 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时候 但是我一个人 在外面 没有和家人在一起 所以他低下了头 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乡 哎 这句话就是低头思念家乡 哎 看这个图片 这个李白 低下头思念家乡 而且 看他的表情 是不是很伤心啊 对不对 哎 好 好 我们把那个诗歌呢 进行一下赏息啊 床前名月光 仪式地上霜 这句你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哎 就是景兰前呢 哎 洒下了月光 好像是 哎 地上结了霜 但今天是吗 不是 是月光 那作者把月光 比喻成了 哎 霜 那这是一个比喻的修辞手法 对不对 哎 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把月光 比成了 哎 霜 形象很贴切 既突出了月光的皎洁 又说明了天气很寒冷 如果夏天 肯定不会想到是霜的 对不对 既渲染出一种夜深人静的景象 又烘托出了诗人 漂泊他乡的 孤寂凄凉之感 深秋一个人很凄凉啊 好 再看下半句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哎 诗人抬头啊 看着明亮的圆月 想到这是一家人 哎 团圆的时候 但自己呢 却在外面 对不对 对家乡啊 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啊 就油然而生了 那小朋友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父母 你是不是也很想他们呢 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想到 爸爸妈妈想到哭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 发个视频 发个信息 对不对 可以跟父母聊天 联系 但是在以前呀 没有那些那个联系的方式 而且呢 也没有特别发达的一个交通 他也不能坐火车回家 也不能坐车回家 那个时候呀 想家呀 还只能写信 但是这个信呢 如果到家呀 需要好久好久的时间 所以啊 还只能自己一个人 在外的去思念家人了 好 这样是一首语言特别浅显 但是感情特别真挚的一个 思乡诗 那全诗呢 只有二十个字 但是却成功的刻画了 外出游子的敬业思乡之情 如霜的月光 无声地拨动着诗人的心弦 触发了诗人对故乡 无尽的思念之情 小朋友 你能体会吗 其实这首诗啊 特别好理解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动作呢 就把这首诗啊 串起来了 你看想一想 该怎么表演呢 首先比如我 就是诗人李白 那我现在呀 就站在景栏旁边 哎 我突然看到地上 好像是结霜了 但是我仔细看 啊 不是 原来是月光 那我看到这个月光 我就抬头看看月亮吧 我一看这个月亮 好圆呢 那我突然开始 思念自己的家乡了 我就低下了头 所以这首诗 特别的好背 是不是 好 我们一起 把这个古诗啊 梳理一下 好 前两句是通过图片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啊 哎 应该可以的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哎 然后两幅图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哎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敬夜思 哎 那前两句是写景色 对不对 写的是哎 月光 像霜一样 后两句是抒发了作者的 哎 思香 是情 所以前两句写景 和两句书情 借景 书情 啊 好 这首诗啊 我相信小朋友 已经把它背下来了 那我们试着去把这首诗 补充完整 敬夜思 唐 李白 好 什么 什么 明月 什么 哎 前半句 填什么 后半句是仪式地上霜啊 哎 什么像霜 想一想 哎 床前 明月光 对不对 床怎么写 哎 广场上有一块木头 那前呢 哎 八一 建军节 一个月亮 拿着一把刀 对不对 明月光 光是哎 一个儿童拿着发光的灯啊 啊 窗前明月光 一雪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哎 低头思故乡 那低是什么旁 哎 是单人旁的啊 低头思故乡的故事 古代的古加上一个反文 香就是撇折撇折 撇 好 小朋友 请你自己把这个古诗读一遍吧 嗯 非常棒 好 那本题考察的呢 就是古诗的背诵 以及重点生字的书写 那本课中呢 我们就要会写什么呀 床 前 光 低 故 香 要会写这七个生字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练习 小一点 落到哪朵花上 字与拼音连一连 我们先把拼音拼一下吧 以 鸡语 举 夜 的一 滴 思 好 我们来看这个字 哎 夜晚的夜 那和哪个连呢 哎 和这个连对不对 好 这个字念 思念的思 那和哪个连呢 哎 和这个连 这个字念什么 哎 疑 疑问的疑和哪个连啊 哎 和第一个连 这个字念什么 哎 举头的 举和哪个连 哎 和第二个连 这个字念 低头的 低和哪个连 哎 和这个连 好 小朋友你连对了吗 这个就是考察的呀 重点声字的一个读音了 那本课中 你要会认识这样 叶呀 丝啊 等九个声字呢 小朋友在课下呢 一定要多多的练习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完了 小朋友在课下呢 把这首诗一定要背下来 如果你现在就背下来了 那就请你快速的 给你爸爸妈妈背个听吧 好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